阿捏捏跟我們討論啦 他說高中好像他親戴頭 我說那你再先回到國中 然後我們看看 我以為他還插花 有 跨學 你怎麼插在這裡 真的剛剛在弄四五集 他轉學生啦 所以比較尷尬 如果他課程剛好上學有三位部分 他要斜接會比較困難 你看 應該沒有關係 明年還會再上一遍 反正就看他怎麼做 因為他斜接修主 那明年他要上多 還是上多 應該上多 他現在其實是 來這邊上高一 就是下學期 所以他在年級 兩次高一下就行 OK好 那到時候就 那個禮拜五 所以禮拜五麻煩就給他 因為那個 國中任的資訊 好好好 你也要上做嗎 他上禮拜幾天 哦 好好 我們先講這 講完以後 我有時間 再跟各位講 因為我今天就一堂課對不對 對 好 養福佳節定律 這在國中裡沒有接觸到 國中是告訴你說 我把碳酸鈣放到鹽酸裡面 它會產生 濃化鈣還有二氧化碳跟水 所以國中的化學計量是告訴你 我碳酸鈣用了多少克 然後問你二氧化碳最後會產生多少克 這是國中的部分 國中的化學計量 在高中的化學計量不是這樣子 高中是一樣告訴你 碳酸鈣會有多少克 最後問你二氧化碳 它會有多少低的 這是高中的階段 好 那這個中間 它的差異性在哪裡呢 差異性就在 雅佛佳絕定律這上面 所謂雅佛佳絕定律 它會有一個先決條件 一定是定溫 定壓 也就是固定溫度 固定壓力的狀況下面 相同的體積 一定會有相同的分子數目 好 這個是叫雅佛佳絕定律 然後從分子數目 就可以推倒出來 會有相同的 莫數 為什麼呢 你可以把分子數目 換算成莫數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 我們講說 6.02乘上10的23次方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雅佛佳絕樹 對不對 有這個印象嗎 這個叫做雅佛佳絕樹 為什麼叫做雅佛佳絕樹呢 就是 雅佛佳絕從它的這個觀念 推倒出來 最後說 最後說 在每一個末兒裡面 它會有6.02乘上10的23次方 各粒子 所以這叫雅佛佳絕樹 然後再把這個再倒回來 本來是從這邊倒過去 現在再從這邊倒回來 那它就下了一個定律 說相同的體積會有相同的分子數目 會有相同的雅佛佳絕樹 或者是說它會有相同的墨爾素 然後它有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在國中是不會講的 但是一個高中生他一定要懂這個公式 就是PB等於NRT 請你注意這裡面所有都是大寫 只有這個N是小寫 P是什麼呢 氣壓壓力 它的單位是ATM 就是標準氣壓 V是什麼呢 它的單位是深 N它的單位是墨 T 這比較怪 叫做K 這叫做什麼 絕對溫度 也就是說你把攝氏溫度加上273 就是絕對溫度 這一點有沒有問題 比較討厭的是什麼 這叫做氣體常數 那氣體常數呢 就是0.0821 我誰規定 這大家既然是一個常數 就是大家計算出來的 它的氣體就是0.0821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 PB等於NRT PB等於NRT 就是在 相同壓力 跟相同溫度下面 既然 既然這個是常數 既然這個是常數 是不是 常數 我們就不管它了 對不對 是不是 相同體積的氣體 我再講一遍 我再講一遍 在固定壓力 跟固定溫度下面 相同體積的氣體 相同體積的氣體 具有相同的波羅素 就是這個公式 OK 然後 如果 請你看到 十二之五 容易的化學劑 劑量裡面 在四一頁 它會告訴你說 它的 在標準狀況下面 標準狀況下面 每一 默耳的氣體 注意喔 每一默耳的氣體 都是 二十二點四升 找到了怎麼樣 在立題的十二之十 在立題的十二之十 在下面 有一個二十二點四L STP 看到沒有 有沒有 十二之十 找到了嗎 看到沒有 有沒有 十二之十 不同 不同題目 不同題目 你們可以去換課本 那個 舊課本夠用 如果說 心凡 不一樣的位置 就可以去換 舊課本 對不起 喂 好 在前面 好 没关系 请看这边 在这个计算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在标准状态 请问什么叫做标准状态 请看这边 这个叫做标准状态 一大气压零度C叫做标准状态 好 零度C按照这样的状况就是273K 这不叫不K就是273K 然后一末的气 我们把这个D带进去 P等于G V是我们要计算的 N等于1 R等于0.0821 然后T等于273K 然后你把这几个数值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 可以算出来V等于22.4V 所以所以在你的教科书里面会告诉你说 在标准状态下面 在标准状态下面 每一末耳的 每一末耳的气体 它有相同的体积是22.4V 所以氢气 二氧化碳 丙丸 这些都是气体 在标准状态下面 不论它分子的大小 请听居住啊 不论它分子的大小 它都是22.4V 了解这意思吗 各位想想不太可能 分子大照理说 它就应该体积比较大 分子小 它体积应该比较小 对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有相同的末耳素的状态下面 它的体积一定相同 这句话可以往回看 对不对 是不是末耳素相同体积又一定相同 体积相同末耳素相同 末耳素相同体积相同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 让我们比较不太容易接受 我们会有分子大小的一个观念存在 对不对 那既然分子大 我们就认为它体积应该比较大 很合理 很合理 分子小 体积自然会比较小 也很合理 对不对 但是 但是在雅多加决定律里面告诉我们说 只要末耳素相同 也就是说 它如果说都是6.02乘上10的23次方各分子 它的体积就会一样 它不会因为它分子比较大 它体积比较大 它分子比较小 它体积就比较小 不会 这是雅多加决定律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那 这个分子比较小 但是它占的体积会比较大 然后 这个分子 比较大 它们就会紧密一点 所以最后呢 都是 在标准状态下面 每一波的气 都是22.4升 所以 我们再回头看 在这个反应室里面 如果说这个有10克 跟逐量的盐酸去做反应 所谓逐量的盐酸 在化学计量上面 就不做计算了 对不对 然后在这种状况下面 这个时刻 CACO3的适量是100 所以说它有0.1mol 这一点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所以说 这边它的反应系数是1 这边反应系数也是1 所以 CACO3 以上CO2 等于1 比1 等于0.1 以上 0.1 所以 CO2 它的 Mol 是0.1mol 0.1mol 然后它的适量是44 所以在国中阶段 会 会考虑0.1mol 乘上44 等于4.4克 这是国中 这是国中的化学计量 但是高中的化学计量 就是0.1mol 在标准状况下面 它有22.4L 它会 它会有2.24L 的体积 这是高中的化学计量 那请问 你是要背 0.0821 还是背 2.4L 那问题就在 就在这里 如果说是 请问这是几度 25度 25度 所以说 TLN 就变成298了 这要重新计算 这大概是25 25点多少 就不是22.4 所以 22.4 只是在 这一个 标准状态下面 出来 22.4 所以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老师是要我们背 这一点 老师是要我们背 这一点 而不是背 22.4 了解这意思吗 好 好 请问有没有问题 整理一下 有没有问题 那怎么计算出来呢 就是 你把它带进去 P P是1 对不对 1 8 7R 乘上 V 等于 N 1 乘上 0.0821 乘上 这个 0度 C 就是 273K 然后 V 就等于 22.4 是这样出来的 K 是 K 绝对不复 绝对不复 就是 摄氏加 273 所以说绝对0度是几度 -243 有没有这个温度 没有 有这个温度 但量不到 为什么量不到 因为理论上在 因为这个温度是外差事 得出来的 理论上在-273度C的时候 连电子都停止运动 我们电子会不会停止运动 不会 但是 理论上在-273的时候 连电子都不动 连电子都不动 请问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量到这样的温度 比较少 所以说 这个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好 请问 亚国加决定率有问题 这在高中的化学计量上面是一定考的 抱歉 一下子改不过来 所以说 我一定会把考这个词 我考试这个词 实际上讲出来 也就是说 亚国加决定率是一个高中生 必须要有 因为他牵扯到气体体积的问题 有没有问题 暂时没有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会去哪里 哪里 是解 哪里 哪里 解 好 好 那请各位拿出来这一份 国中跟高中的一个比较 我很快的帮各位走一次 你就知道高中的重点在哪里 物质的分类 物质的分类 在元素与化学物那边加了同素液型 液型体跟同肺液购物 这两个东西 这在国中是没有讲的 那最主要是同素液型体的这种东西 就是石墨啊 金刚石啊 这种东西 那物质的分离与存化 最重要的加了一个色层分析 你们都上过 OK 好 原子与分子那边呢 就加了定比定律跟倍比定律 这是计算的部分 倒吨原子说原则上是一样的 分子的概念 重点就在雅荷加绝 雅荷加绝定律 OK 第三个原子量跟分子量 其实它只是加了一个AMU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原子的质量 问题 然后一个平均原子量 其实这没有什么 然后另外就是 墨尔跟雅荷加绝素还有墨尔质量的问题 其实这些东西都已经学过 但是呢 这中间有一个克原子量跟克分子量的问题 这个其实你国中学过 只是加了一个名称 名称而已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墨尔数跟电量的关系 请问一墨尔电子是有多少电量 到货能量 一墨尔电子是96500货能 96500你去除以6.02乘以10的23次方 就是一个电子的电量 对不对 大概是1.6乘以10的-19 对不对 就是这样出来的 好 溶液的部分 高中新增的部分就是 影响溶解度的因素 然后墨尔分率 然后 道尊的分压定律 道尊的分压定律 那道尊的分压定律应该是 高三化学的部分 溶液的部分呢 就是有很多的计算 然后这个中间呢 就是一个重点 从重量百分比加上密度以后 重量百分比加密度以后 变成 墨尔分 这只是 其实只是一个单位换算 是不是密度等于什么 质量除以体 我只要告诉你容易的密度 对不对 然后重量百分比是不是有容易的质量 对不对 那既然有容易的质量跟容易的密度 容易的体积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OK 然后从重量百分比 就可以算出来容值莫尔数 容值的莫尔数 有没有问题 因为有容值的克数 容值克数除以容易的克数 乘以百分之百 叫做重量百分比 对不对 然后容值的克数除以容值的适量 是不是容值的莫尔数 对不对 好 容值莫尔数有了 容值莫尔数有了 容易的体积有了 那请问 这个还跑吗 跑不掉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莫尔数有了 莫尔数有了 对不对 那请问是不是就是 纯粹的单位换算 这种题目 他绝对不会少出 因为这种题目很容易出 因为这种题目很容易出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计算的部分 好 我们看原子结构 因为这种题目的结构 在你的课本里面有很多的 历史叙述 那个 不是 不是一个重点 然后呢 在原子结构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 人接的概念 K 这一点有没有问题 这一点有没有问题 OK吗 好 然后 原子中电子的排列 我就增加了一个 架电子跟 路易斯 路易斯点 点式的问题 然后 元素 性质的规律性 重点就是元素的化学性质 什么原子大小怎么看呢 离子大小怎么看呢 这点有没有理 都学过了 也就是说周期表 周期表 然后第一周期到第四周期的元素 就是含过度金属 物理性质就是什么融费点的比较 原子大小的比较 离子大小的比较 然后元素分类 其实跟国中差不多 化学反应的部分就是 它所新增的就是由燃烧实验结果 然后 化合物的比例 养活加绝定力 求实验室跟分子室 分子室 化学平衡 化学反应式是跟国中一样的 然后 化学反应式的平衡 这是高中很喜欢考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有电荷的平衡 有其他东西的平衡 各位看那个最下面那个低 这个是 一个养暴还原一定的东西 然后在这种状况下面 你怎么样去平衡 这个所有的东西 然后化学计量 原则上跟 国中也都学过 只是说它的互换计算 互换计算 那化学计量 它里面有一个限制式机的概念 也就是说 有一个东西只有这么多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碳酸钙只有10克 10克作用完就没有了 你不管盐酸加入再多 碳酸钙只有10克 所以说 它所能产生的CO2就是这么多 这种叫做限制计量 这个在国中原则上是不这样讲的 在化学反应式里面 能量的变化是新增的部分 其实这个是化学热力学 但是呢 它不会告诉你 这是化学热力学 它只能告诉你是能量 这个东西 只是 来看这边吧 不要把它想的那么难 它只是告诉你 A加B 变成C加E 这边加多少卡的 多少卡的热量 这个呢 就是放热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 你就可以把它返回来 C加E加多少卡的热量 会变成A加B 其实 到最后 你把它的所有反应式 加起来以后 就可以看出来 它到底是放热 还是 吸热 了解 这个意思吗 所以 通常来讲 化学热力学 在大学学测来讲 题目并不会太多 因为 说真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烤起来也只能这样烤 好 好 常见的化学反应的重点是 酸碱反应跟氧化还原反应 至于说 结合反应跟分解反应 这则中间的 原则上 就是跟 国中式 一样的东西 只是中间加了一个 酸碱综合跟 这个 氧化还原而已 酸碱综合里面 国中的部分 没有部分 就是阿瑞尼斯酸碱第一 这是 这是没有的 好 然后 水勒解离跟PAP值 这个 是 国中没计算 但是 高中有计算 好比说 国中 国中跟我们讲说 10到 负 n 次方 m的氢离子 然后呢 它的 DH值 就等于多少 n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国中 离尿会 但是 到了高中 它就会告诉你说 当氢离子的龙度 等于 10的 负n m的时候 它的计算是 负log 10的 负n 所以 负负就得正了 这个出来 就是n 所以 这个呢 就等于 1 H 都学过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问题就是 问题就会出在这里 做过 做过这种题目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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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有 应该有 你有没有做过 没有 有没有做过 有没有做过 应该有可能有的人 忘了 忘了 就是 2 2.7 等于3 减0.3 所以 这个3 就是 10的 3 这个 0.3 多少 漏个几 等于0.3 在博中阶段 他说 pH 等于2.7 他只会问 你说 他是 大于多少 小于多少 对不对 是不是 国中阶段是这样 好 那 高中呢 就会告诉你说 他会告诉你 如果2 等于0.3 他会给你一个条件 然后叫你去算 贴取 等于2.7 这个 等于多少 五十 这只是一个 纯数学的一个计算 好 氧化还原反应 就是比较属于 广义性的氧化还原反应 这里面是牵扯到氧化素的概念 然后研判氧化还原反应 这里面 不管高中或国中 都没有计算 高中或国中都没有计算 好 请看 下面 物质的构造与特性 巴鱼体跟路易斯的结构 然后 这边最主要是离子件跟离子晶体 工价件跟工价分子化合物 然后这些东西 它的一个结构的问题 然后它的一个强度的问题 强度的问题 在基础化学二这边最重要的就是有机化合物 我们现在用的教本上面有机化合物讲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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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简单 但是在有机化合物里面 请你注意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生物体中的有机物质 就是糖 蛋白质 脂肪和肝酸 这个东西 然后 官能基的部分 第五 官能基的部分 国中 唇有交过 酸有交过 脂有交过 脂有交过 其他都没有交过 然后 芳香族的部分 原则上只是告诉你 这个SP度 分子轨道跟 拍棒的一个问题 然后有机化合物的命名 然后最重要的是易购物的部分 那这些东西 考的几率不高 但是考出来 就会很较弱 考的几率不高 但是考出来就会很较弱 所以 我跟修益也讨论一下 到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教本上面 有进化 有进化学的部分 太简单了 所以 我会给各位一些 讲义 这些讲义呢 只用在 一件事情上面 如果说 你觉得你不想背 那你就不要背 因为那个背起来是背不完 那背不完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 我们 我们光是背一个有机化学的反应 合成反应 有机化学的合成 大概就是这么厚一本书 各位看到吗 这么厚一本书 这么大一本 大概是A5的那个size 这么厚 里面大概有300个反应 那300个反应 我们都要背 因为老师出题的时候 是从那300个反应里面 随机抽 抽出来 那最讨厌的呢 就是叫人民反应 好比说 说张大臣反应 他只写成几个国字 中文字 然后呢 你要把反应从头背到文 那个反应不是这样子 不是一二 就出来 好几道 好几道 好几道反应 就是 一加一等于二 二加二等于四 四加四等于八 最后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呢 中间还有很多的条件的设定 要一起背下 所以这种光是个有机化学合成 我们就可以要背两三百个反应 所以有机化学原则上是背不完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讲有机合成的时候 原则上只会告诉各位一些原则 如何去研判 如何去计算一些个数 好比说 他到底有多少亿购物 那一个有机化合物 那一个有机化合物 他到底有多少同废异购物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做这样一个研判 要做这样一个研判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那些你不必去画出来 但是你要算出来 他会有多少个 这是考试的问题 好到后面 讲的那两章 他就几乎是属于地球科学的东西 有关于化学跟能源 化学跟化工 这个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另外就是再过来一页是基础化学3 这个东西我们会讲 气体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衡 这其实是高三的部分 也就是说 学策是不考的 但是如果说你要考只考 好上次你问过各位 没有人要读理工融医 对不对 自己会不会读理工融医 你准备读什么 不会读文科 理工融医 到处带卷 是不是 OK 那其他三位呢 你是什么 会不会碰理工融医 应该就是 应该不会的 OK 你还没决定 你还没决定 那理所有什么时候决定 明年 考完再决定 怎么叫考完再决定 所以说你不会考只考 是不是 你只会考学策 OK 那智杰啊 我持考了 那智杰啊 我持考了 先考完前测再说 是不是 所以 这些原则上我都会上 就是气体的部分 还有 这个平衡的部分 原则上我们都会上 我还是希望把指考的部分 能够把它含进去 好 好 讲到这里 请问 各位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说 你刚刚看的这样的一个 比较国中跟高中的化学 有哪一点你希望能够 你都懂 马上做 再讲清楚 还是说 你都懂吧 这不是 只是 课程介绍 嗯 我应该不 我现在也不算 课程介绍 这不算课程介绍 我只告诉你说 你国中读了什么 高中 会增加了什么 那 原则上你国中读过的 有没有 还不清楚 如果说有 我在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注意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已经清楚了 OK 就过去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建国中学是这样教的 请问这个懂不懂 都会 请问这个懂不懂 都会 好 那我们就讲点别的 老师是不讲的 因为大家都会 因为大家都会 还有没有人会 啊 没有人会 那比如说说 没有人会 你说这种东西 国中这种东西 他已经可以考进建宗了 他也不会吗 问题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说建宗老师他讲的东西 建宗老师讲的东西 这样子 第一个 学校不考 第二个 学测不考 第三个 实考不考 都不考 然后他上课就算了讲的东西 然后你要准备学校的 段考自己准备 所以如果说依照我所整理出来的这一份 请你回去再仔细 对不起 担任各位医生中时间 你回去再仔细看一下 有哪些东西 不管是高中的也好 或国中的也好 你觉得有一点点生疏 或者是说不确定 请你能够很明确的提出来 好不好 然后这个时候 让我知道 可以如何的帮助你 OK 如果说你认为说 这个活动的部分我都没问题了 那高中新增的部分 我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也OK 好吗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